在我台上也不会真的喝酒 还是说有些角色是可以稍稍带一点的 你知道坊间有传言你是采访鬼才吗 我只是被采访的 有些时候你也在从财上就知道 哪在这我上去 东方风云榜交给新朋友 大家好我是小楚 今天的新朋友是郑宁龙老师 大家好我是郑宁龙 看到有一部剧正在宣演当中 福兰肯斯坦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难度还蛮大的角色 其实就是难度级别比较高 在花剧作品同时饰演两个人物 然后隔一天就要交叉地演一次 这个是比较难度的 其实卷福他有演过在英国 我就是因为看过这个版本 所以才很喜欢这个戏 其实他有那个芭蕾舞剧 有电影然后也有那个舞台剧 所以对于你来说 比较有触动的就是这个版本 对是因为这个版本比较 特别拍摄的团队 是电影的一个拍摄团队的 一个拍摄方法去拍的 视觉震合力非常强 再加上这次的他们的装造 都是一个突破 很想去尝试一下 因为其实人形他这个角色的妆效 基本上是特效妆的 特效妆 那你每天要化妆的话 要花多长时间呢 化要三个小时 那卸呢 卸快一点一个半小时 等于说一天一共24小时 然后已经有四个半小时在化妆上 对演下午场的时候 我大概九点半就要当时上看 开始这么化了 对啊 就等于说睁眼化妆 然后演完卸妆 然后睡 然后就开始睁眼是吧 那有在伤头发和皮肤吗 皮肤会有缘 因为卸妆的时候 我们要用那个酒精胶去卸 浑身去卸 那个会痛 会痛 然后主要是麻烦 要卸很久 是 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你的秀发 所以很担心他受损 所以还好 好好的 还是很短短 大家放心 那你演到后面会不会想说 我能不能干脆就演维克多 因为后来我的 我在北京演完的时候就受伤了 然后演到上海的时候 恢复时间不够 然后导致的腰山加入 我在深圳就没有在演人生什么 我有看过片段想说 哇大龙老师腰力好好 他有一个那个变形 你知道吗 诞生那种 因为他这个细入肢体比较多 就我们用了大量的设计的一些 反关节的一些动作 对韧带对骨骼都比较是有上海性 那你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会有压力吗 因为大家也可能也都看过其他的版本 我对话剧本来也不是特别的熟悉 之前可能演的也不多 他首先是压力压力非常大 我前期做了很多顾客在家 自己就很早时间开始训练 排练的这个空间和条件有限 所以也是做尝试的时候也一点底的没有 进了排练厅跟大家在一起相处之后 排练之后可能互相鼓励 互相学习 有了一点底吧 安心的一点 是 一切都是未知的 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叫做交心关键词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聊天的时候会 突然说到某一个词 然后就围绕它来展开 抽一个是吧 对 我好气 我好气 就是比较生气的时候 不太生气 不太生气 我脾气特别好 你知道坊间有传言你是采访鬼才吗 那你要怎么调整自己 没办法调整 为什么这么会聊天生就会了吧 不会 你对这个称呼如何看 我只是会采访这个 有些时候你也在从采访者身上去找人 但不我不是说你了 对 又开始采访 那有请这个大王老师来写一个 就随便写 随便写 对不然开始秀 好 我非常擅长 土味情况啊 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吗 我最喜欢吃的望着 谁抽谁讲10个土味情况 那你要分享一个吗 我就是想学习一下 然后我回头看看这个节目 我用完了你 我的土味情况 就是你属什么 属于你 对 对对对对 那你会喜欢看粉丝 在你下面留图微情话吗 不行 好的 上微博参与东方风云榜话题讨论 看嘉宾趣事爆料 一起来揭秘吧 之前有在演电影嘛 流浪轮音 为了这部戏有去减肥对不对 对对对 但我现在看你好像也没有再胖回来 胖胖胖胃 我其实胖挺蛮简单的 因为我吸收得得好 我只要就是停止运动 我最近为什么会胖 因为我不是腰伤那么一直没办法运动 只能在家躺着每天 然后要做治疗 所以吃东西就会比较吸收 转到成脂肪 正常情况下的话 你的运动量频次大概是什么样的 就每天我都会 因为我特别喜欢跑步 电器会也会去做一点 机械力量核心的训练 现在有在参加的这个综艺 是《中国好声音》之乐剧集 对 流浪文他也是跟戏曲相关的一个 对他是个戏曲题材的电影 但是我在流浪文音里面演的 那个角色跟戏曲是没关系的 那是画师 是个画师 有一些缘分在 多少他们有点缘分在 因为我跟毛老师是很好的朋友 跟毛维藤老师 他有最早跟节目组建议说 让我来当导师 因为他想让我来发挥我的优势 本来我也是搞舞台艺术的 我也是搞表演艺术的 我也是搞表演艺术的 能在融合创新当中 多给一些新的舞台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那你会觉得有压力吗 因为不是乐剧专业吗 毕竟 太有压力了 我对乐剧几乎是 一无所知的之前 我提前做了很多准备 我那段时间 每天就早上在争看研究 把乐剧就听了 是吧 听什么选段 方老师 毛老师 包括陶宇老师的唱段 他们年轻生的 一些经典唱段 我都会听 因为他们是乐剧艺术的佼佼者 让他们的表演 再去针对性 去对比现在的年轻艺术 他们的优势是什么 他们还不及时 但我老师跟三星堆的 也是颇有渊源 对 因为你早期自己 自己有认证过 是吧 如果将来有一些 跟三星堆有关的 题材的 比如说音乐剧啊 舞台剧 或者是电视剧 电影找到你的话 你会有意向参加吗 如果内容够好的话 我可以有意向参加 还蛮形象的应该 首先代入感就很沉浸 是他 然后我还看到粉丝有在眼睛说 那战云龙演过的角色里面 酒量最好的 会是哪一个呢 这个不好说 也不一定 在舞台上也不会真的喝酒 还是说有些角色是可以 稍稍带一点的 不会是不是 我在舞台上是不喝真的 喝酒会影响你状态 影响你比如说声音 你的表演状态 你在台上是没有办法重来 所以没有 我是不会嘛 那如果是在演一些 就是有醉心状态的角色的时候 从生活中积累经验 对 会想起某一次经验 对不对 从生活中积累经验 他还是经验 也不是很缺少 我这方面经验还是比较足够的 还够实用 还够实用 那接下来这个呢 叫做明星手艺人 什么叫手艺人呢 就是会邀请我们的来宾来展示 或者是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大龙老师呢 就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就是撸猫的这个技能 哪叫这个 是不是 就是小猫咪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只小猫咪 身材还是蛮比较的这个轻瘦的 那你知道在撸猫咪的时候 它的不同部位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就邀请大龙老师标一下 比如说舒服还OK 不许碰 这儿肯定是最舒服的 就是以我的经验来讲 这儿也大一样 就是还可以 这儿是一般 有的时候会反抗 你这样摸它它会躲的 对的 然后你可以这样捏一会 它可能会稍微接受你 而且它那个山竹会开花 是的 你一捏 那个很可爱 尾巴是因猫而异的 那会这样子顺着像天线一样撸 还是 你可以撸但你不能揪 有些屁股是No 不可以碰 对 基本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大龙老师版本的撸猫图件 我只针对我家的毛 别的毛我也不太撸 那你要不要看一下网友总结的 好啊 就这个 是吗 脸是最爽的 对就是下巴 下巴爽 对的 这个地方有讲究 大家跟猫咪互动的时候 看它性格就是摸它这个地方 就是如果你碰它这个地方 它这里会拱起来 然后很开心 会拱起来 对 是摸这儿是吗 对它会觉得很开心 就是个知识点 嗯 屁股不能摸吧 对 后腿对 后腿也不能动 后腿会蹬的 它一动它会蹬 整体来说 跟网友总结的差不多 然后就是 大龙老师的鹿猫图件 对 我看到你的微博也经常是晒吃的 对吧 我喜欢做饭 对那平时自己最常做的一道菜是什么 海鲜类 海鲜 我喜欢吃海鲜 那我也很麻烦吗做起来 不麻烦 对内陆地区的这个朋友们来说 可能会比较麻烦 因为它陌生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简单 就很多类型的海鲜 你都可以用一个方法去 什么呢 辣炒 贝壳类 所有贝壳类全都可以拉 最简单是白煮 贝壳类 所有贝壳类全都可以白煮 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个 就是最近比较常吃的这个美食 海南吗 文昌基特别好吃 我吃两天里 它比较有嚼劲 因为它是基本上是白煮 所以对食材的考验 对白煮出来的那个香味特别有 那我们接下来聊聊你的这个音乐会 线下的一些live的演出 其实前段时间有延期一个 这个南京场 对 郑盈隆怎么了有 就是有看到那个公告里面 然后粉丝有发现一个蛛丝马迹 他说里面有舞团 所以你在原先的那个安排里面 是有唱跳的打算吗 对有这个安排 哪种类型的唱跳 在跟音乐送个总 不延期的那个时间 我可能就完成不了 我那时候是腰伤的 特别人 几乎都动不了 后面如果能如期在1月份的话 我还可以再把这个想法再去 更加灵活 对对对对 想办法再去研究一下 对吧 就是换牛动幼肢 唤醒起来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就是大龙老师可以在那个 之后的舞台当中有呈现更多的 很多元化的东西 谢谢大龙老师做客 交个新朋友